这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的爆料 那是来自合作金库里面的人 那他们就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很担心 自己会因为这个放贷 也卷入司法官这个纠纷之中 他们就谈到说呢 当时有一个放贷案 然后呢是在石门水库那边 要建一个所谓的 类似旅馆这样子的高级建筑物 可是合固他们自己的内部评估是 这样子的放贷风险太大 所以就拒绝了 那没想到呢 郑文燦当时的这个桃园市长 就打电话过去 想要试图去关书 那当然内部里面的人觉得受不了 因为合固先前就有 发生过不少的司法事件 最后都是继承人员要担下来 所以他们就试图的往外面发声说 类似这样的事件 应该是要尊重银行自己的内控机制 而不是说有政治人物打来就要放贷 那这件事在我爆料出来之后呢 这个郑文燦也就收手了 所以最后是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